《红楼梦》 第十回 金寡妇贪力全受辱 张太一论病系穷援 话说金融因人多势众 右肩贾锐勒令 赔了不是 给秦中磕了头 宝玉方才不吵闹了 大家散了穴 金融回到家中 越想越气 秦中不过是贾荣的小舅子 又不是贾家的子孙 复学读书 也不过和我一样 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 他就目中无人 他既是这样 就该行些正经事 人也没得说 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 只当人都是瞎子 看不见 今日他又去勾搭人 偏偏地撞在我眼睛里 就是闹出事来 我还怕什么不成 他母亲胡适听见他咕咕嘟嘟地说 音问道 你又要争什么嫌弃 好容易我忘你姑妈说了 你姑妈千方百计地才向他们西府里的脸二奶奶跟前说了 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 若不是仗着人家 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 况且人家学里 茶也是现成的 饭也是现成的 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 家里也省好大的脚用呢 省出来的 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 再者 不是因你在那里念书 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 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 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 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 再要找这么个地方 我告诉你说吧 比登天还难呢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玩一会子睡你的觉去 好多着呢 于是金荣忍气吞声 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 次日仍旧上学去了 不在话下 且说他姑娘 缘聘给的是贾家欲自备的嫡派 名唤贾黄 但其族人那里 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富士 缘不用细说 这贾黄夫妻守着些小的产业 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 又会奉承奉解而并游氏 所以凤姐游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 方能如此度日 今日正欲天际情明 幼职家中无事 碎带了一个婆子 坐上车 来家里走走 瞧瞧寡扫并折儿 闲话之间 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那事 从头至尾 一五一时都向他小姑子说了 这黄大奶奶不听则已 听了 一时怒从心上起 说道 这秦中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 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 人都别推势力了 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 就是宝玉 也犯不上向着他道这个样 等我去到东府 瞧瞧我们真大奶奶 再向秦中他姐姐说说 叫他平平这个礼 这金荣的母亲听了这话 急得了不得 盲说道 这都是我的嘴块 告诉了姑奶奶了 求姑奶奶别去 别管他们谁是谁非 躺货闹起来 怎么在那里站得住 若是站不住 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 反倒在他身上添出 许多脚用来呢 黄大奶奶听了 说道 那里管得许多 你等我说了 看是怎么样 也不容他嫂子劝 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 就坐上往宁府里来 到了宁府 进了车门 到了东边小脚门前下了车 进去见了贾真之七尤氏 也未敢气高 音音琴琴续过寒温 说了些闲话 方问道 今日怎么没见荣大奶奶 尤氏说道 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 今期有两个多月没来 叫大夫瞧了 又说并不是喜 那两日 到了下半天就懒带动 话也懒带说 眼神也发炫 我说他 你且不必拘礼 早晚不必照例上来 你就好生养养吧 就是有亲戚一家来 有我呢 就有长辈们怪你 等我替你告诉 莲蓉哥我都嘱咐了 我说 你不许累恨他 不许招他生气 叫他静静地养养就好了 他要想什么吃 只管到我这里取来 躺货我这里没有 只管往你脸二神子那里要去 躺货他有个好和歹 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 这么个模样 这么个性情的人 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 他这为人行事 那个亲戚 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 所以我这两日毫不烦心 教得我了不得 偏偏今日早晨 他兄弟来瞧他 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 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 就有事也不当告诉他 别说是这么一点子小事 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 也不该向他说才是 谁知他们昨学房里打架 不知是那里复学来的一个人 欺误了他了 里头还有些不甘不敬的话 都告诉了他姐姐 婶子 你是知道那媳妇的 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 会行事 他可心细 心又重 不拘听见个什么话 都要读量个三日午夜才罢 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 上头思虑出来的 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 又是脑 又是气 脑子是那群混账 狐朋狗友的扯氏班飞 吊三祸四的那些人 气得是他兄弟不学好 不上心念书 以致如此学理吵闹 他听了这事 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 我听见了 我方到他那边 安慰了他一会子 又劝解了他兄弟一会子 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宝玉去了 我才看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 我才过来了 婶子 你说我心骄不心骄 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 我想到他这病上 我心里倒向针杂似的 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 金氏听了这半日话 马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 要向秦氏理论的生气 早下的都丢在爪哇国去了 听见游氏问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话 连忙答道 我们这么听着 实在也没见人说有个好大夫 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来 定不得还是喜呢 嫂子道别交人混质 躺货认错了 这可是了不得的 游氏道 可不是呢 正是说话间 贾珍从外进来 见了金氏 便向游氏问道 这不是黄大奶奶吗 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 贾珍向游氏说道 让这大妹妹吃了饭去 贾珍说着话 救过那屋里去了 金氏此来 原要向秦氏说说 秦中欺负了他侄儿的事 听见秦氏有病 不但不能说 一切不敢提了 况且贾珍游氏又待得很好 反转路为喜 又说了依惠子话 方家去了 金氏去后 贾珍方过来坐下 问游氏道 今日他来 有什么说的事情吗 游氏答道 倒没说什么 一进来的时候 脸上倒像有些着了脑的气色似的 急说了半天话 又提起媳妇这病 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 你又叫让他吃饭 他听见媳妇这么病 也不好意思 只管坐着 又说了几句闲话就去了 倒没求什么事 如今且说媳妇这病 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 来与他瞧瞧要紧 可别耽误了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 那里要得 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 人怎么说 他也添几句文化而说一遍 可倒殷勤得很 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 倒有四五遍来看卖 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 吃了也不见笑 倒弄的一日换四五遍衣裳 坐起来见大夫 其实与病人无异 贾珍说道 可是 这孩子也糊涂 何必脱脱换换的 躺在着了凉 更添一层病 那还了得 衣裳认凭是什么好的 可又指什么 孩子的身子要紧 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 也不指什么 我正进来要告诉你 方才平子英来看我 她见我有些抑郁之色 问我是怎么了 我才告诉她说 媳妇忽然身子 有好大的不爽快 因为不得个好太医 断不透是喜事病 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 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 冯子英因说起 她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 姓张鸣有事 学问最渊博的 更坚一理极深 且能断人的生死 今年是上京给她儿子来捐官 现在她家住着呢 这么看来 竟是和该媳妇的病 在她手里除灾意味可知 我即刻差人 拿我的名帖请去了 今日躺货添满了不能来 明日想必一定来 况且冯子英又即刻回家亲自去求她 务必叫她来瞧瞧 等这个张先生来瞧了再说吧 由事听了 心中甚喜 一说道 后日是太爷的寿日 到底怎么办 贾真说道 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 坚请太爷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 太爷因说道 我是清静惯了的 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时非常中去闹去 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 要叫我去受众人歇头 莫过你把我从前住的阴志文 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 比较我无故受众人的头 还强百倍呢 躺货后日 这两日一家子要来 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贷 他们就是了 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 连你后日也不必来 你要心中不安 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 躺货后日你要来 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 我必和你不一 如此说了又说 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 且叫来生来 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 由是因叫人叫了贾荣来 吩咐来生照旧力 预备两日的筵席 要疯疯复复复的 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请老太太 大太 二太太和你脸二神子来逛逛 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 叶仪打发人请去了 想必明日必来 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 细细地告诉他 贾荣依依地答应着出去了 正遇着方才去冯子银家 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 因回道 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 拿了老爷的明帖请那先生去 那先生说道 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 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课 才回道家 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 就是去道府上也不能看卖 他说等条西一夜 明日务必道府 他又说 他医学浅薄 本不敢当此重建 以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 既如此说了 又不得不去 你先替我回名大人就是了 大人的明帖实不敢当 仍叫奴才拿回来了 哥替奴才回一生罢 贾荣转身附近去 回了贾真由氏的话 方出来叫了来生来 吩咐他预备两日的言习的话 来生听闭 自去照例料理 不在话下 且说四日五间 人回道 请得那张先生来了 贾真遂沿入大厅坐下 查臂 方开言道 昨成冯大爷 是之老先生 人品学问 右肩身通医学 小弟不胜亲养之志 张先生道 晚生粗笔下室 本之见浅漏 昨阴冯大爷是之 大人家帝千功下室 又成呼唤 敢不奉命 但毫无实学 倍增严翰 贾真道 先生何必过签 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父 仰仗高明 以示下怀 于是 贾荣同了进去 到了贾荣居室 见了秦氏 向贾荣说道 这就是尊夫人了 贾荣道 正是 请先生坐下 让我把间内的并说一说 再看卖如何 那先生道 依小弟的意思 竟先看过卖再说的为事 我是出造尊府的 本也不晓得什么 但是我们冯大爷 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 小弟所以不得不来 如今看了卖西 看小弟说的是不是 再将这些日子的病事讲一讲 大家斟酌一个方儿 可用不可用 那时大爷在定夺 贾荣道 先生实在高明 如今恨相见之晚 就请先生看一探卖西 可知不可知 以便使家父母放心 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营诊来 一面给秦氏拉着袖口 露出脉来 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 调吸了质数 凝神细枕了有半克的功夫 方换过左手 亦复如是 枕臂脉膝 说道 我们外边作罢 贾荣于是 童先生到外间房里 床上坐下 一个婆子端了茶来 贾荣道 先生请茶 于是陪先生吃了茶 遂问道 先生看这麦西 还致得致不得 先生道 看得尊夫人这麦西 左寸陈树 左官臣服 右寸戏而无力 右官虚而无神 其左寸陈树者 乃心气虚而生火 左官臣服者 乃干家气至血亏 右寸戏而无力者 乃费经气焚太虚 右官虚而无神者 乃皮土被干木克制 心气虚而生火者 阴线经气不调 夜间不寐 干家血亏气质者 必然泪下腾脏 月性过期 心中发热 费经气氛太虚者 头目不时眩晕 银帽间必然自汗 如坐舟中 皮土被干木克制者 必然不思饮食 精神倦怠 四肢酸软 据我看这麦息 应当有这些正后才对 或以这个麦为喜麦 则小弟不敢从其叫野 旁边一个贴身服饰的婆子道 何尝不是这样呢 真正先生说得如神 倒不用我们告诉了 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 都不能地当真切地这么说 有一位说是喜 有一位说是病 这位说不相干 那位说怕冬至 总没有个准话 求老爷明白只是只是 那先生笑道 大奶奶这个正后 可是那众位耽搁了 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拥药治起来 不但断无今日之患 而且此时已痊愈了 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 也是应有此在 依我看来 这病上有三分治得 吃了我的药看 若是夜里睡得着觉 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 据我看这麦希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 聪明推过 则不如一世常有 不如一世常有 则思虑太过 此病是忧虑伤疲 肝目推旺 精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 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 断不是长缩 必是长长的 是不是 这婆子答道 可不是 从没有缩过 或是长两日三日 已至十日都长过 先生听了道 妙啊 这就是病原了 从前若能够以养心条精之药服之 何至于此 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窥目望的正后来 带用药看看 于是写了方子 地域甲荣 上写的是 一起养荣补皮和干汤 人参二钱白竹 二钱吐炒云林 三钱熟地四钱 龟参二钱酒 洗白炒二钱 炒穿胸前 拌黄旗三钱 香腹米二钱 制醋柴壶八分 淮山药二钱 炒针阿胶 二钱哈粉 炒盐壶索前 拌酒 炒至甘草八分 以用剑莲子七粒屈芯红枣二枚甲荣看了 高明得很 还要请教先生 这病与性命终究有防无防 先生笑道 大爷是最高明的人 人病到这个地位 非一朝一夕的正后 吃了这药也要看医员了 医小弟看来 今年易东是不相干的 总是过了春分 就渴望痊愈了 贾荣也是个聪明人 也不往下细问了 于是贾荣送了先生去了 方将制药方子并卖案 都给贾珍看了 说的话也都毁了贾珍并游氏了 游氏向贾珍说道 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这么痛快 想必用的药也不错 贾珍道 人家原不是混饭吃酒惯行医的人 因为冯子英我们好 他好容易求了他来了 既有这个人 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 他那方子上有人身 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吧 贾荣听壁话 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 不知秦氏服了此药并是如何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不知秦氏服了 这么好的